大家好 我叫李明君 今年23岁 来自河北宝定 然后我现在自己做微雕 以后打算从事自媒体的行业 今天来到现场 是想找到一个运营团队 或者设计师助理的职业 谢谢大家 我们眼前的这位求职者 在所有的求职者当中 有一些特殊 昨天我恰巧遇到了他 其实是希望能够帮助他 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舞台 但是就像现在眼前 我们看到的明君一样 他太紧张 给我气坏了 我教了他一下午 他都没学会 然后一怒之下 我们俩就发生了一点肢体 给他们展示一下 我最后给你弄成什么样 我的天 那以后我们都不敢得罪你了 太危险了 所以说谁再不听我的话 我就吵吵他 比如说像潮汐 这一下 我拿板打 那我有个疑问呀 这么深的伤口 咋没有流血呢 鞋止住了呀 现在伤口结痂了 那不都结疤了吗 那也太快了吧 但是他今天上台 还是紧张 我就特别不爽 我要惩罚你 来 把手伸过来 那只手 我教你你怎么记不住呢 疼不疼 为什么不疼 告诉他们 这个是一个贴的甲 我怎么敢打人呢 吓死我了 这个很厉害啊 明君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啥 这个是用硅胶翻的膜 然后我以前的工作是化妆师 还有特效化妆师 从业大概四年的时间 特效化妆师 对 然后我看你这只手 靠近我的这边这只手 也有一个 也是类似的处理是吧 这个就没有贴甲皮 这个就是用的商效油彩 它其实在这只手上 右手上 就是类似于 我们的全手打了一些重物 然后挫伤是吧 擦伤 那能不能抹去以后 让我们看看 当然可以 来 看看见证神奇的时刻到了 这是专用的油吗 对 这是我们的卸妆油 这个好厉害 真棒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个大卫老师的演技真好 因为我刚才看到伤疤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这个右手的这个挫伤了 所以我相信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化妆师 我是在高中毕业之后 然后去学的化妆 然后就从事了剧组这个行业 就像刚才 你给我们展示的这个伤口 还有这个擦伤这些妆 一般要画一个大概多久 像这种需要贴甲皮的妆 就是贴硅胶的这种妆的话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左右 这种就简单的平面的商 就是现场自己发挥很快 大概三五分钟 五分钟到十分钟都有 你今天来找的是一份 和你这个化妆师工作完全不太相关的设计师助理 还有媒体博主 怎么考虑要转行呢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好是就是微雕嘛 我高中的时候学习的是美术 每天就需要大量的去削铅笔 当时我就在想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我能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我想创造出属于 这根铅笔就让它属于我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进行了第一次创作 我在铅笔上雕刻了一个简单的图案 后面就作为爱好 就一直在坚持着 这是一个系列的作品 这个系列是手 一二三四五 这个好 这个是蜘蛛侠 因为我有一个蜘蛛侠的玩偶 太难雕了 那你这个铅笔芯做的这个微雕 你还是上色了 嗯 对 用铅上色 雕咱就不说了 那肯定很难 你这上色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用 就是用特别细的那种刷子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上色 你做一个这个多长时间 就说这蜘蛛侠 嗯 蜘蛛侠大概做了三天左右 你三天做 你给我三十年我也雕不出来 这个就是一头健壮的牛 然后带着牛年大吉 哇 那根绳特别难雕 太难雕了 对 这个是牛的尾巴 然后拖着牛年大吉往前面走 哇 你手好巧啊 这个是微博的热搜 因为二零年年底 我上过一次微博热搜 这个我看过 他上过新华四顶的一个转发 我 她什么样的 我 她什么样的 我 我 她什么样的 我肯定会莫不得到 就叫你了 有 我 她什么样的 你好酷 有才啊 但是吧 我作为非你莫属的主持人 我现在就有点困惑 你怎么会来找工作呢 因为我也算是 20年才辞职的 所以我目前就是靠着 以前的存的一些钱 积蓄 对 以前的积蓄 来维持现在的生活 虽然我上过两次热搜 然后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量 但是并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我 也没有人知道 就是说怎么来联系我 他们找不到我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 这个是我要讲的一句了 你作为自媒体人 也想将来在自媒体行业 去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在等别人找你和主动你 去找别人之间 你到底选哪个角色 我想去主动找别人 对 你要想办法制造 怎么找别人的思维路径 然后你会有一番视野 所以我想找一个运营团队 来帮助我 打造你们 对 因为我想就是专心地去 做这个事情 然后把它做得更好 更细致 更精细 那你今天有一项的企业吗 有 见解传媒 见解传媒 还有吗 还有威梦创投 威梦创投 希望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就是地点的话 我希望是在北京 或者我自己的工作室 你的工作室是有固定地点 还是说你到哪儿工作室的团队 就跟你到哪儿 工作室目前来讲就我自己 因为我也是刚刚起步嘛 如果有更好的 我可以先放下我的 我自己的 我给你纠正一个概念啊 因为你毕竟是 把我作为你首选嘛 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叫找工作 你刚才表达的那个观点 叫找活 就如果我给你一个活 那就不是在这个台上了 对 我们私下来可以谈 是 好 但是如果你找工作的话 你就必须有完整的职业心态 而不是一个找合作 找活的心态 我这个也就是算是一个副业吧 因为我也是刚刚才起步 我刚刚才装修了我的屋子 然后这个也只是一个 大概的设想 我正要去 马上就要去做它 他身上具备着那种 匠人的精神 就我认准 我自己最擅长和感兴趣的那件事 我就一钻到底 同时呢 它证明了一点就是 张扬的人未必有本事 有本事的人未必张扬 我觉得如果说你能成为一个IP 那我建议你做微雕 因为这个东西是极可能出来的 而且它的个性化极强 但如果说你要谋生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做这个特行师 特效师 但我认为就是 可能做微雕的天花板 并没有那么高 然后呢 做这个化妆师 除非你变成了国际一线的 这种大牌化妆师 这个收入也不菲 但是从正常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天花板会低一点 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努力 或许你选的这一条赛道 就更加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个定义 微雕到底是一个事业 还是一个活 如果它可以规模化 或者是标准化生产 它是一个事业 如果它的用户群 只是私人定制 或者是偶然私人定制 它只交一个活 如果它是个活 它支撑不了你的事业 或者支撑不了你整个的事业盘的时候 我觉得 只是把它当成私人的爱好 该工作工作 该打工打工 这是短线和长线的问题 可能做化妆师 你可以解决你的升级问题 每月能挣几千 或者一万多块钱 那么做微雕的话 你要需要不断地去让自己精进 让自己变得非常牛 因为这个做铅笔芯的微雕 我也见过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是否能够成为 那个最牛的那个人 所以两个 我觉得未必就是 非得选甲和乙 两个先做 那个是一个慢活 这个是马上能够解决生计的问题 从事微雕呢 也不是说 也不是就一直单独地 只雕铅笔 然后只从事这个 然后接一些私人定制 就是这样的话 我一年也出不了几件作品 它也 一件作品也不会卖得特别贵 给我带来不了太大的经济收益 然后我这微雕 其实就是一个理念 精致 独一无二 可私人定制 根据这个理念 我还会有后面其他的衍生品 您觉得你是对自己 想要什么非常清楚的 你这样的学历 但是你用你的学习力 拥有了两个技能 而且你现在是一个自雇人士 就是你如果说特效已经让你能满足生存 你就让它去继续满足你的生存条件 但是另外一个是你的梦想 可是它还没有看到太多商业模式 你是需要去拜师 去找到做你的这个微雕领域当中的导师 他们是怎么去商业化的 去学习 两条腿同时走 好 感谢雅云老师 第一环节的最后 各位企业家 请根据我们求职者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第一环节的最后 还有四盏灯 接下来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财 我要给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灭灯 我觉得我灭灯我在搬他 如果我要给他留下一个残余的希望在这里 他可能在希望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还是找不清楚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之间应该存在三种隐形关系 第一种可能是我服务你的甲方关系 叫服务商 第二 我跟你是合作关系 我跟你进行 我来包装你 打造你 然后形成合作 这都不是在这个舞台上的 第三种是职业关系 你到我那儿去打工 但如果你到我那儿打工的话 以目前这个状态 倒不是我需要的人才 我是感觉到他是非常有主见的 我希望进一步看到他一些品质 我觉得我是甚至在想 就是他 比如公司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 他既能够把目前他能养活自己 同时他又把这个爱好 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传承下去 我可以把刁平成礼物送给朋友 也可以 我真是这样想的 风哥 你想不想看看他那个品 有没有真作品 对 我就想看他的作品 想看吗 想看 想看的话 来欣赏一下 我们的求职者明君 今天为了求职 带来的一些微雕实物 简单介绍一下 这几件作品都是什么寓意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忍者 然后这个忍者呢 特殊的寓意没有太多 然后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小的 这个是一个自动签心 然后大的和小的是一样的 这个当时是就是说 想试一下自己能不能行 你这活太细致了 巧夺天工啊 他这小的哇 彪得太好了 大卫老师 谢谢老师 我申请你上来看一下 可以吗 来 张峰总有请 对 我就不相信他们看得清楚 就算我老花眼看不清 他们那个眼睛也不一定看得清楚 他们跟我这种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视力是没法比的 小叶 跟我有同感吗 看完这个 对 真的是考眼睛 而且他这个 就是他这个尤其是大的这个 我能看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他这个雕刻的细节 还是比较精致的 尤其是包括那个帽子 缩粒的那个边缘 对 然后那个就是处理 细节 对 处理是比较成熟的 包括披风上的那个褶皱 对 都有 而他做了一个这个人体是悬空的 就这个有一点设计就很好看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说 就是他这个东西 如果只是存在于技巧之中 其实他的未来的路是非常 非常天花板很低的 但如果一旦放入了思想 放入了设计 放入了文化 才能够走得远 我觉得啊 就这么多人喜欢 包括你的作品 对吧 被转载1.5亿次 对吧 在1.5亿次里面 我们就找不到1500个人来买嘛 这个机会还是有的嘛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他需要一个 市场教育的过程 他的整个的制作时间 大概三到五天 才能出一个作品 这个时间成本怎么计算 就是产能和定价 其实是我认为是他面对的一个壁垒 又回到刚才咱们第一轮说的 理想和现实 理想当中 这个东西似乎能养活自己 但现实面临着种种困难 如果真的有1500个人 刚才杜老师算了一笔账 三到五天做一个 用不了那么久 以前需要三到五天 你现在最快几天做一个 一天 好 那你一年就是三百多个 1500个人要想都买到的话 要排五年 这个理想和现实就有差距了 如果他要把这个记忆 交授给别人的话 又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就是迅速会出现 同类的竞争者 所以还是归到那两个词 理想和现实 对吧 其实每一个职场人 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面临现实和理想的冲突 因为你的每一份选择 能不能让你的理想 能实现取决于你之前的能力 有没有匹配得上 如果你今天所热爱的领域 它没有商业变现的价值 请你先让自己有生存的能力 因为人生很长 理想如果它真的有 能够实现梦想那个阶段 它是建立在满足你自己 生存的条件基础之上 所以学会去规划 自己能力的精进 利用八小时之内求生存 八小时之外求发展的原则 一定是能够让理想照进现实的 好了 第二环节的最后 有请四位企业家 根据李明君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叶登师兄 欣赏你 因为我觉得你确实有这种 工匠精神 你有你的梦想 而且很执着 这一点我就在你这个小小年龄 当你现在年纪还这么亲 就有这么坚持的这个理想 我就特别点赞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 在一身当中要找让自己燃的事情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你现在这就做到了 但是你的商业化部分 可能不是你的强项 我建议你以后 未来的话 做好你自己的本质 坚持你的匠心 把作品做好 同时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能够帮你商业化的合伙人 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 很感谢你来到菲尼莫属 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 精美的微雕作品 希望以后能够在 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 看到你的作品 也听到李明君这三个字 谢谢你来到菲尼莫属 再见 中文字幕志们 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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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们 初语 初语 初语